有多少可能,就有多少遗憾,人生,最心痛的不是失败了,而是差一点就成功了,四年一届的世界杯留给我们的除了狂欢,还有最后一场比赛功亏一篑的落寞背影,图为2018年世界杯决赛后,克罗地亚女总统含泪安慰背影憔悴的莫德里奇,2014年世界杯,是梅西离世界杯最近的一次,图为梅西在比赛结束后, 凝视大力神杯,眼神和表情看哭了全世界喜爱她的球迷,2010年世界杯决赛,荷兰队输掉比赛后,斯内德长久坐在草地上,就在刚才,他们离大力神杯还是那么近,但此时,却又离大力神杯那么远,马特拉奇成功激怒了法国队头号球星,2006年的世界杯决赛,奇达内终究是为冲动付出了代价, 当他走出赛场与大力神杯擦肩而过的背影,也成了奇达内作为球员留在世界杯赛场的最后影像,2002年的世界杯,卡恩扛着球队走向了决赛,可在决赛中,因为一次扑球脱手造成了球队的被动,最终失掉冠军,赛后,卡恩就这么靠着球门立住,看着桑巴军团的庆祝。 1998年的世界杯,正值罗纳尔多如日中天,可在决赛前罗纳尔多一案最终使巴西队输掉了比赛,当年,罗纳尔多才22岁,可从他的眼神里,看不出,这是一个20岁出头的青年, 因为他承载了太多太多,从万人崇拜的英雄到千夫所指的罪人,巴乔只用了一脚,在一脚之后,罗伯特巴乔没有哭,可是彼时的画面让全世界的球迷,都为他一个人心碎。